三年多前 因为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服侍了18年的教会 我有一个女儿现在18岁 那我在这 我就抓住神的话语 我说不管人接不接纳 就是从人来的爱是有限 但我相信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这就从神的话语 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确据 每当我觉得我自己难过 我自己很觉得很需要被爱的时候 神就提醒我 我的爱永不离开你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跟神 当时我离开了当时的教会 后来我就跟神说 到底我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完全不知道 那是第一个礼拜天是最困难的 那我就跟神说 神你要带我到哪里去 要到什么地方去聚会 我不可能是我离开了 我现在服侍的这个工厂 我就不去聚会 我就不能 我不能不带我的孩子去聚会 也要给我孩子知道说 无论在怎么情况之下 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是连接的 一之后我就祷告 神就给我一个名字叫 当时我不知道神要带我到哪里 然后我继续祷告神就把那个教会 也就是我现在所去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 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 就把那个柱子 在我祷告当中 然后我看见那个柱子 我就去了那个教会 当时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哇非常的 他们在敬拜了神 在那当中 敬拜的过程的里面 神也带来很多的医治 跟安慰在我的女儿身上 跟我的身上 我们就在那当中 我就知道奇妙的事情就是 当时那个教会 并没有叫 Encounter 当时那一天 他那个主任牧师就宣布 今天我们的教会 正式的改名 叫Encounter Church 神多奇妙 以致我就很确定的知道 神把我放在这里 要带我 跟我女儿 带这里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教会 开始在那里聚会 我也尾声的 在那个教会的里面 请不吝点赞啊